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Superfresh的频道 大家在片头看到, 今天的影片跟羊很有关系 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今年Easter, 大概3-4月的时间 我作为一个兽医学生, 要做Lamming placement Lamming的意思就是帮羊去接生 还有一个在香港, 城市大的人, 当然我没有在农场工作 所以这两周的羊的placement, 其实是一个超级特别的体验 所以这影片就会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农场工作的两周,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和在农夫的家里住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保证, 如果你是喜欢动物的话, 这影片是超级有趣 而你在youtube也不会找到其他影片 所以, 我就立即去片 那我做placement的农场, 真的是一些山卡拉的地方 我转了大概三程车, 用了5-6个小时才接到 而这里呢, 就是我在农夫家住的那间房 其实真的挺nice 那刚才呢, 就已经去了Farm 我成功了人生第一次的 帮一只羊接生 我成功了接生第一次 一只真的羊, 它没有死 对啊, 很晚 对啊, 那所以呢, 明天呢, 我们的行程呢 是我要6点出到Farm 那即是我要5点左右就要起床 嗯, 是人家的厨房 现在是早上5点多 那我就要准备开始我第一个Shift 我的早餐 后面这里呢, 这么多只羊呢 刚才就餵了它们啦 还有呢, 我已经成功吃了两只羊 对啊, 这只 这里是它们的狗, 它们有很多狗 其实一只是它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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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 试试 试试 小嬰嬰羊 我們要看看羊有沒有生小孩 事實上我的工作是幫羊接生 但不是每隻羊生小孩都需要幫他接生 如果羊是頭和前面的手這樣出來 其實就不需要人去幫他接生 但如果羊嬰只有頭和手 又或者是頭沒有手 或者是腳出來 等等的情況都是需要人幫忙接生 但整個過程中最難的就是捕羊嬰嬰 不要以為一個羊嬰嬰生小孩會很痛 但其實他們是不會的 就算有半個頭在屁股上突出 都依然可以瘋狂地跑 所以我一定會捕羊嬰嬰才可以幫他們接生 例如有些時候如果羊嬰嬰出來了一半 但只有頭出來了 即是手出來了 即是卡住了 如果卡住了剛好卡在頸上的話 如果足夠時間都沒有生出來的話 就會窒息而死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不斷跑來跑去 就是為了捕羊嬰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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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勸一大堆不斷跑 我又要見擔心 kiedy狂嬰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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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溫嬰嬰嬰嬰� организ嬰嬰�獺�嘰�霰嬰�GHB 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 Defination 看著吧 對,其實他們不知道有什麼人追著 總之有人推他們,他們就會向前跑 是不是很笨啊你們? 是不是很笨啊你們? 看著吧,這隻呢 這隻寶寶仔,看得很快 唉... 我只是想你進去那個Pan裡而已 朋友啊,你看他 很搞笑,他出生不久了,你看他跑得多快 追你追你,帶我過來 行了,抓到你了 經常做的事就是隨便抱起寶寶 逼他要跟我寶寶 接著呢,第一天的天氣是超級好 在英國的三月是很難得的 接著這裡的羊寶寶很可愛的,經常要煩著他媽媽 我今天第一天的... 第一次的Shift 12個小時,現在過了10個小時 最後2個小時就離遠了 通常完了Shift之後呢,都會在房間溫下閘 因為過完Easter之後呢 就我們整年最大佔90%的房子 所以在Placement上都要溫下閘 是Day2 不過其實今天做事跟昨天基本上差不多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其實想像到來的兩個星期 全部都會是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我每一人 而每一個Shift的頭三個小時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像這裡一樣 我把新的草交給每一隻羊 接著給你看看他們 很多都是TWINS來的 大部分都是TWINS 但是其實呢 你覺得好像很生蠻 我給你看看一隻死了的 這隻死了 因為牠死於Watery mouth 對,應該要跟我龍夫說牠死了 其實牠TW了很多次,牠都很辛苦 所以是Day3了 今天基本上都是跟昨天差不多 叫得很大聲 你看看牠多大聲 我剛才給牠餵了奶 這隻很慘的羊 牠不見了阿媽 牠媽媽不見了 所以我現在是BabySector 不過現在沒有事做 所以跟牠Online講一下 才會說到很不想 很不想像 你不見了阿媽 你沒有媽 你只有我而已 慘了 你慘慘啊 咦? Hello? 是嗎? 因為他沒有食物的緣故 我現在就要Tube feed 那呢? Tube feed 基本上就做一條喉管 餵他喝奶 給一些沒有媽媽的羊 又或者媽媽沒有奶的羊 來到今天在Day 4 前三個月真的好像 整個月那麼強 每次來到這個餵食的時間 就是這麼吵 很多人都在這裡站起來 因為大家都在等著吃東西 對 他們現在很不耐憤 泰國人又站起來了 他很乖 還給我抱 不過他媽媽在 他現在走光了 我每次進來 全部在後面 不要我兒子了 是嗎?是嗎?你媽媽不要你 你媽媽不要你啊 我要你呢? 現在的時間就是12點 剛剛也吃完了 所謂的Breakfast 所謂真的12點的Breakfast 那這裡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這個場地學到的有趣的英國文化 特別是一些比較北方的英國人 會有的特別的東西來的 真的不跟他們一起住 你都不會發現這些奇怪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他們叫早午晚餐的字 是很奇怪的 而我第一天的時候 我是超級極度confused 對於他們的名字 因為我工作的程度 就由6點的早上開始 那早上5點多的時候 我就會吃一個我自己叫做的早餐 但是到了12點正午的時候 那個販人就會說 It's time for breakfast 那我那時候的想法呢 就想到12點吃Breakfast 我就用一個Lunch的態度去想去 然後看到有的東西吃呢 就是麵包、Bacon、Sausages 然後我是超級失望 我在想我做得這麼辛苦 一早上要做午餐給我吃 然後呢 過了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後 3點的時候 那個農夫又說 It's time for dinner 然後我就超級疑惑 我就看著農夫問他 Pardon 然後他就說 It's time for dinner 然後我是超級疑惑 因為明明是3點 那吃什麼Dinner 但我沒有理會 我就跟著農夫進了家裡 然後他就發覺 他的所謂的Dinner 就是我們的午餐 就是吃些Lizania 然後在吃3點的Dinner 那時候 農夫的媽媽就問 你平時在香港 Dinner吃什麼 然後我跟他說 我們不吃Dinner 我們3點不會有一餐 然後那個農夫的媽媽 是超級驚惑 她就說 蛤?不吃Dinner怎麼可以的 但那時候覺得超級奇怪 就是他們的早餐 Breakfast是12點 然後Dinner就是3點 然後晚餐到底是什麼呢 那晚餐呢 就叫做Tea 真的超級神奇 6點的時候 農夫的老婆 就會在那裡大叫 It's tea time 而Tea吃的東西 就真的是英國人的晚餐 就是每餐都有船 然後在Dinner之後 基本上每一天都會有Pudding Pudding就不是啫喱 或者布甸 而是Dessert的意思 而如果你吃完這個Tea 和Pudding 都還餓的話 那你就可以吃Suppet 其實Suppet 就是大約我們的宵夜 不過始終這個英國文化 我都不太理解 因為我5點半起床 早上吃那個到底是什麼呢 他們又不會叫做Breakfast 因為那些英國人 他們真的不吃一個叫做早餐 他們真的純粹喝茶 叫吃下餅乾 那就叫做早上 然後Breakfast 就等到12點PM才吃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小小的英國Fun Fact 讓大家知道一下 現在又是時間呢 去到餵這隻的 老媽媽媽的羊仔 又太快了 看到牠在這裡 好 今天已經是Day5了 然後現在我就嘗試捉這隻羊仔 看到那隻羊在下面有些東西流出來 就是那些瓷帶那些東西 當牠們在那邊跳 一直跳上媽媽 真的好搞笑 牠們想上去你 上去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就是農夫家裡的狗 這幾隻狗 就是室內在家裡養的寵物狗 而在農場外面 又有其他在工作中的牧羊狗 而家裡的狗加上農場的狗 超過十幾隻 所以狗的名字更難記過人的名字 今天已經是星期一 是Day7 今天我要做18個小時 因為後星期會轉到Night Shift 然後要補充一下 這兩個星期的Placement 就是一天假期都沒有 真的做14天 而頭一個星期就是做Day Shift 然後第二星期就是做Night Shift 而每一個Shift都是12個小時 而中間如何由Day Shift變到Night Shift 就是在星期日 即是Day7 就會做18個小時的Shift 而做完18個小時 就會休息18個小時 我就會跟另一個獸醫學生轉Shift 而這個做18個小時 和休息18個小時 真的蠻辛苦的 但是很快速地幫我調節了生理時鐘 然後我就還有6個小時 就叫做完 然後就有18個小時休息 那我現在就在這個後面一個Shift 現在我就去後面那個Shift 去看看羊 然後吃完晚餐之後 家裡那隻狗 就不斷在那裡靠著我 超可愛 今天是我第一個Night Shift 現在就剛剛6點 剛剛上來 所以天氣還是光的 你看天氣多好 我相信今晚應該會有星星 可以看到很多星星 那在考慮的記憶裡面 其實Night Shift是很冷 和很悶的 因為其實晚上的羊 都算是生小的比較少 大部分時間 所以小的日子 可能全晚是一隻羊 都沒有的 多生小的晚上 有機會可以超過20隻 那一樣很神奇的就是 當在一些冷的晚上 就會反而有多些的羊媽媽 去到生小的 因為他們生小的時候 就會令到他們的身體 變得溫暖 所以他們就會想生小 可能好像羊群效應 當一隻羊媽媽生小的時候 他身邊的羊 都會想跟著一起生 所以當有一隻羊生小的時候 就會開始連串 不斷地生小 不過其實Night Shift 那時候 只有我和農夫的侄子 而他的侄子是很難的 他經常偷懶 經常都一整晚 可能三四個小時 不見了他 我們懷疑 他應該是去了一輛車 偷懶睡覺 所以很多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在牆場 就四周路走一看 看看會否有那些羊生小 如果沒有的話 那基本上是開門 但因為Night Shift 真的很冷 而且已經不停重複 很沉悶 那時候 我已經開始忘記了 做另一天 今天是天一… 嗯… 已經不知道 他的眼睛有些奇怪 他剛才 無法打開 然後找人幫我 他就起床了眼睛 那兩個眼睛 然後我現在要餵他喝 叫做Lemming Shed 有些食物,有一個雪櫃,雖然裡面不是冷的 然後有些食物在桌面 已經是明天三一晚,七里轉了 只剩兩天而已,快見到尾聲了 當我真的沒什麼工作的時候 我坐在一堆草上去看看羊 和溫習我手機上的flash card 這個挺有趣的,他的眼睛,他的臉的圖案 這裡是整個屁,有這麼多隻羊 唯一隻全黑的,是全黑色的羊 這個羊的衣服,挺有趣的 那些未生的羊,基本上除了睡覺之外 所以九成的時間就是在那裡munch m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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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on top of the world 我站在那裡的溪 然後我可以看到他們全部的羊 我整晚都超級冷 我現在腦瘋了 我想不到東西 我就覺得真的很冷 看到那四隻 你們躲在一起才搞笑 各位羊媽媽 你們今晚不要生小孩 不要再生小孩了 等到明天我下班你才好生 可以嗎 OK 全部都默認 是不是 你們全部都默認 OK 不要生小孩 今晚不要生 明天我走了 你們才生 很搞笑 他困住了自己 然後他很害怕 他出不來 你看他 出不來 撞啊 哎呀 這隻真是愚蠢 行了 我不搞你了 你自己繼續吃吧 又另一隻 困住了自己的羊 唉 為了吃可以去到幾近 又出來了 為什麼 這麼神奇 剛才這個是變魔術 剛才這個是 Hello大家 我完成了我的placement 我剛剛完成了我最後的shift 現在是早上7點 我12點就要坐別人的車 然後就走到車站 所以我現在有三個小時的時間 讓我睡一睡 睡一陣子之後 我就起床 然後就跟別人說再見 然後就做完我最後的packing 然後我就回倫敦了 終於 但其實我們最後一個shift 基本上可以說是整個night shift 裡面最多東西做的晚上 即最必時的晚上 就看到 那些羊是沒有停的 就不斷生小孩 所以 很累 所以 我盡快把握時間睡一陣子 都好過沒有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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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雖然 Bye Ben 我最可愛的Ben 再見 拜拜 拜拜 這條Lemming Placement的vlog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覺得這條影片有趣 有些什麼想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些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和subscribe這個頻道 那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